你明明知道這個8030的晶片 目前只能對應到10赫茲 你在你的官網的廣告上面說 你是20赫茲 你在你的晶片上面 規定刷一個20赫茲 現在讓我廖老大打開一看 你是8030的瑞士晶片 你最好出來解釋清楚 不然我認為 你有涉及詐騙的行為 大家好我是廖老大 我想今天來告訴大家 有關於車牙的問題 昨天我敲了車牙 我告訴大家說 使用美國的車牙 我一定跟大家再解釋清楚一點 這個車牙事實上也是大陸做的 你看它也叫大陸車牙 我不想讓這兩個車牙 都叫大陸車牙產生混淆 所以它是美國車牙 這個車牙是大陸做的 它是按照美國 NHRA04比賽計算標準 所設計出來的車牙 所以我把它解釋叫美國車牙 好 我來看看這個 我們所謂的亞洲車牙 就是我傳到這個 這個車牙公司的車牙問題 這個車牙的公司 它在它的官網上面寫得很清楚 我們知道 我敲它的新的車牙 它上面是住宅說 新的車牙 它是使用20赫茲的晶片 舊車牙是10赫茲的晶片 當我敲開它的新車牙以後 沒有錯 它在晶片的外表 還故意印刷上一個 20赫茲的logo的資料 然後我把它晶片 打開放在裡面看 我發現它的晶片是8030 它是個8030的晶片 事實上8030的晶片是瑞士晶片 這個瑞士晶片呢 它上面有載密的很清楚 我們可以看到這家瑞士公司 它顯得很清楚 如果你使用的是GPS 或Golens的衛星系統 你就是10赫茲 不是20赫茲 你們的官網上面也顯得很清楚 你使用的是GPS 跟Golens的系統 有用這兩個衛星 在這個原廠瑞士 製造8030的晶片公司 上面有詳細的地址 這個GPS跟Golens系統 只堆給10赫茲 我想問問陳老闆 現在到底 你是怎麼樣欺騙大家的消費者 你明明知道 這個8030的晶片 目前只能對應到10赫茲 你在你的官網的廣告上面說 你是20赫茲 你在你的晶片上面 故意印刷一個20赫茲 現在讓我廖老大打開來看 你是8030的瑞士晶片 你最好出來解釋清楚 不然我認為 你有涉及詐騙的行為 你必須對所有賣出去的車牙 提供退款的服務 因為你告訴大家 新的車牙是20赫茲 官網上面有寫 甚至連晶片裡面打開 你的晶片的外觀 還故意寫上20赫茲的字樣 但是你的8030晶片 瑞士製造廠上面寫得很清楚 不是20赫茲 是10赫茲而已 如果陳雷 你沒有辦法出來解釋清楚 我建議你 正面回覆給大家 不然你進行退款 否則我希望所有的 消費者買到新款的車牙 都向他申請退款 如果他不退款 就涉及詐騙行為 另外你說 你的車牙有one force的功能 我再跟你問一次 你再講一次 你的車牙有one force功能嗎 one force功能要有聖誕燈 要有那個紅外線的雷射 做起跑 你的車牙有嗎 你為了坦護傑尼龜 混淆視聽 說在美美那邊 one force都有one force的功能 所以傑尼龜測的是one force功能 傑尼龜是用你的車牙測 你的車牙沒有one force功能 你硬要講到有 陳磊老闆 你這樣講的過去嗎 你不只是 坦入那些假照 仿冒 做假的那些成績 你自己的車牙本身 也是一個假照 欺騙消費者的產品 我請你出來說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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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